各位好学的参与者,你们好 很高兴能在这一次的官课、评课、变课、小学华文阅读教学 线上研课工作坊见到您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每一年,在官端的教师研讯您被迫转型成线上的工作坊 为了能提供讨论与评论的空间 我们采用Microsoft Teams的平台进行此次的工作坊 为了在1月2日和3日的工作坊能够势力进行 我们想请各位营员预先做好一些准备 我们将在这一个视频当中为大家讲解说明 首先,请您输入以下网址 mch.org.org.apps.lesson 或点击链接 这将会为您导向这一个页面 在您输入您的身份证号码之后 有关页面将直接显示您的相关资料 这时,请您点击进入仪表板的按钮 进入仪表板后 您将会在右侧看到您报名时所填写的姓名 以及电邮地址 请您留意 在接下来的活动 登录Microsoft Teams都是使用这一个电邮地址来登录账号 另外,还有显示您的组别 在两天的工作坊中 您将根据组别进行小组讨论 我们提供这一个仪表板 是希望帮助我们的参与者 能更快速、方便地查找课程链接 当您迷失方向后 请您再一次回到这一个仪表板 根据时间点击准备好的按钮 这样便可重新回到我们的线上工作坊了 打开比方 线上工作坊开始了 您便可点击紫色的会议室按钮 这样您的设备便能为您打开并进入会议室 如若您面对网络问题 公开课的转播出现卡顿线上 这时您可以点击后备直播而写直播室的绿色按钮 书面评评时点击工作室的蓝色按钮 以及小组讨论时点击各小组的小组会议室的红色按钮 因此再一次的温馨提醒您 倘若您迷失了方向 请记得回到仪表板重新出发 它将为您顺利导航至应该到的地方去 Microsoft Teams提供客户端Windows App 同时也支援网页启动Wrap App 在此我们强烈鼓励您在电脑下载并安装Microsoft Teams的客户端 以便为您带来更稳定的用户体验 我们在仪表板上提供了下载链接 点击下载Teams电脑版的绿色按钮 之后您将被导向Microsoft Teams的下载页面 请您下载后并安装 其过程就不在这加以说明 安装完毕后请您特别注意 倘若您是儿协会员 您可以直接使用报名时使用的 mch.org的电邮地址 以及密码进行登录即可完成 倘若您不是儿协会员 所使用的电邮邮箱 查找来自Microsoft Teams的电邮 打开后点击Open Microsoft Teams 此举是为了让非Microsoft用户的您拥有一个Microsoft Teams的Gest账号 以便能使用Microsoft Teams 之后您会来到这一个页面 方便简单做的话 就请您点击Create the Account Anyway 并设置一个新的密码 或是Sign In进您自身的Microsoft账号 完成一系列的步骤后 在这一个页面中点击Except 之后 网页会自动跳转至这一个页面 请您点击Pop up Windows的Open Microsoft Teams 或者选择Launch It Now 那才让我们回到这刚刚我们暂时跳过的步骤 在这里 请您再一次输入网址和密码进行登录 登录之后您将会看到您是Malitia Children's Literature Association的Gest 并点击Continue的按照内容 稍等片刻后您便可成功进入客户端 在Microsoft Teams客户端的左侧Teams中 您将会看到线上严格工作坊 这就表示您已经成功完成前期的准备工作 倘若您在事前准备或者工作坊当天面对问题 我们有客服人员在线为您提供支援 同样的您可以在仪表板页面的右侧 看到一个蓝色线上客服的按钮 点击之后 页面会切换到与客服人员交流的对话框 我们的客服人员将在星期四至星期天 开始为大家提供在线支援 由于工委担任的客服人数不多 并且有各自的事物 倘若客服人员没有办法及时回复 还请各位见谅并多多包含 但请您留下您的姓名和电邮 并详细地写下您所面对的问题 我们的客服工委将通过电邮回复您 以上便是工作坊前需准备好的事情 最后为大家做一个总结 当您是迷路的羔羊时 就请去仪表板 当您变成科技小白时 就请去找客服 各位好学的参与者 我们在观课 评课 定课 小学化文阅读教学 线上颖课工作方向再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